5月31号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宣布打击诈欺办公室接牌运作 并吹嘘打诈成果 然而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台湾地区的诈骗越发猖獗 就连多名绿营重量级人士 都与诈骗集火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民进党当局成立的打诈办公室 也遭到外界质疑 台湾检方近期侦办INB诈骗案 台行政机构前政务顾问陈振坤 因涉嫌与主嫌曾国伟过从甚密被拘提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郑文灿 也遭到蓝营指控卷入诈骗案 而他则是以提告回应 但对于陈振坤一事却选择回避 行政院的顾问名单就我所知 现在应该没有陈振坤 至于他什么时候拼任 容许我事后再来说明 2022年台湾地区诈骗案件 逼近3万件 财损超过60亿新台币 民进党高层也接连被曝 卷入诈骗风波 就在这个档口 5月31号 民进党当局打击诈欺办公室接牌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静人出席时 还大肆吹嘘民进党当局 打击诈骗的成效 宣称未来还将协调各部门 并有效整合民间资源打击诈骗 不过这个打诈办公室 刚一成立就招来一通嘲讽 台湾资深媒体人李燕秋31号就讽刺 民进党当局打诈队 有钱有权 诈骗和被诈骗的经验都很丰富 先把IMB诈骗案查个清楚 给个交代吧 否则打诈本身就是诈骗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会 党团书记长王兴怡 议员应小薇 游书惠等人 在台北市议会举行 民进党打诈 不要玩假的记者会 怒轰民进党 先查自己党内高层 与诈骗集团的关系 尤其是先查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郑文灿 为何与诈骗集团参序 好 相关问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唐先生 您认为深陷诈骗案 风波的民进党当局 成立打诈办公室 是不是请鬼拿药方呢 好的 在蔡英文上来了之后 台湾平均每一年的 报案的诈骗的刑案 大概都是两万多件 两万多件大概呢 都算都大概占台湾的 总体的刑案数的 大概十分之一 那去年两万多件 但诈骗案跟其他刑案 不一样就是 诈骗案的黑数很多 很多人被骗了 都还不知道自己被骗 第二个 有许多的诈骗的 被骗的人 可能失智啦 老人啦 根本呢 连报案的能力呢 都没有 第三个 就是有许多人呢 因为被骗的不多 就认了 因此诈骗案的案件数 黑数特别多 因此表面上面来讲呢 一年两万多 但是实际上面的数目呢 绝对不止 你就知道台湾人身为诈骗所苦 民进党现在成立这个 打诈办公室 一方面呢 是平衡 洗白 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呢 民进党不是诈骗集团 虽然有一些民进党 政治人物卷进去了 可是呢 这个党是跟诈骗呢 兼必亲野的 那打诈办公室 让人家觉得 民进党要采取 怎么样的动作了 可是会不会有效果 大家等着看 我认为成立打诈办公室呢 用意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这种的诈骗案 到明年1月13号 选举投票日前 随时都有可能呢 会炸出新的案子 任何一个案子 它都可能很难收拾 都可能使得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会睡不着觉 因此成立一个打诈办公室 先杜悠悠之口 让呢老百姓 让大部分的舆论认为 他已经针对诈骗案 采取一些动作了 但实际上面 老百姓呢 到底会不会接受 这样子的一种的说法 我认为程度是 非常非常低的 简单讲 诈骗横行 对民进党来讲 很可能是他的选举的 知名商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唐先生的点评